明朝皇帝都长得阴气逼人,为什么祖宗朱元璋却被造谣于是邪八字脸? 古代皇帝到底长啥样简直,成为世界迷奇因为平常人也见不到皇帝而皇帝的御用画师也是惜命的就算一个皇帝长得再丑,也总不能画得太过了总要,加点,眉图,效果更甚至,如果一个皇帝长得太帅了,也不能画得帅气了。 因为,称龙天子,怎么能不长威严的龙眼,所以画师要把帅哥皇帝,瑞华,一下。 结果等我们看遍古代所有皇帝的画像之后的出来一个笑喷的结论,他们咋长得这么像而出人章的长相之谜,简直,成了后人最热衷的八卦光世民, 间画像都十几种之多大多,是邪爬的脸满脸,黑点子的丑模样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民间都认为朱元璋就长那么丑呢? 原来,民间有一传闻,据说朱元璋比较自恋,觉得自己当了皇帝简直天下最帅的男人,于是广招天下画师给自己整个画像, 一边流传百事美名结果老师的画师写时,那画出了他的面貌,朱元璋一看简直,被雷匹一样恼羞成怒,就把老师画师杀了这样的,莫须有,的留言传到民间后,后世百姓们就觉得朱元璋奇丑,无比照着自个想象中最丑的模样画了很多心目中的朱元璋。 即使朱元璋早有公话流逝也不肯相信,那是真的老朱了,但是遗传是个好东,西总不能明朝皇帝都嫌自个丑,让画师美图,一下了吧? 所以还是有比对的价值,得观察一下明朝各个皇帝的长相,从中看得出明朝皇帝各个都长得气势不凡,英气逼人脸形方正天庭饱满,你们说,就他子孙后代, 偷这脸形,他朱元璋能是邪瓜的脸吗?